你好 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 我是谢仲宇 我是谷怀轩 今天是高雄气暴事件的头期 同时也举行了第一次的公计 那在这希望所有的往生者能够安息 这整件事情 成为我们一直在节目里面所讲的 一定要找出最后负责任的人 在今天早上 如果你一摊开报纸的话 有一则新闻说 整个包括融化管线 到底是在什么样一些地方 因为过程当中 中央跟地方一直都在讲 到底谁该知道 到底管线图应该在谁呢 今天媒体出来讲说 高雄市府是不是早知情 社会用很重 用说谎字眼来形容 中午的时候 陈局市长公开道歉 好 就先来看的是 一大早的时候 中国时报上面显示 本报取得权威文件 说早知买管 还直指说这市府团队 是有着说谎的情况 那么后来在晚报的时候 就看到这样的状况 就说有关融化管线 高雄市早知道吗 那么事前不知道 市府没说谎 就看到陈局市长道歉说 横向联系没做好 好 那所谓的横向联系没做好 到底是指什么 待会我们给您看 现场大家在当时 到底拿到的是 什么样一些文件 什么样文件可以看得出来 高雄市政府是会知道 而这个知道 到底是横向联系的问题 还是所谓的说谎的问题 对整个事情的判断 它的影响又在哪里 除了这件事情以外 现在检方一直在追 第一个 先传荣华去问 问完以后呢 包括中油 包括包商 这些包括那个湘涵 或是那些管线 到底是湘涵包管线 管线在湘涵外面 谁先谁后 这些为什么要查这些 待会听听看 现场来面分析 不过有说 那要命的六空尺的湘涵 你想想看 如果要是管线 是埋在土里 就算漏气 可能不至于炸成这个样 当管线在湘涵里头 那整个共作用的结果 造成这次一发不可收拾的结果 检方在查 是谁应该查得出 这玩意儿不该在那儿 而没有查出来 是不是应该要负责 好 大家都在问 这个要命的这个 六公尺相涵谁施工的 这样问的是说呢 为何无人来监管 还有就要查呢 是谁违规施工 而现在这个最新的发展 是什么呢 就要来看这个部分 就是检方说啊 未发现的单位 有很大疏失 好 到底是哪一个单位 该负责这些 那为什么过程当中 这么多年都没有查出来呢 那待会儿听听看 现场来宾的分析 可是对所有的灾民来讲 万事莫如救灾集 不管你们大家 中央跟地方责任归谁 或是你们大家 钱到底该你先发 我先发 总让我的日子先过吧 可是现在看起来 包括现在高雄市政府 您昨天在我们节目里面 也看到 像融化申请假扣押 19亿 后面可能还有漫漫长路 生活还有很多的钱 可是现在欢迎到19亿 中央跟地方 为了一张纸 两张纸 三张纸 为了这些 看来还是吵个不提 好 怎么样来看呢 我们就看到它上面写的是说 高雄市一页公文 要19亿吗 那么这个政院混淆式 听不过这个政院的官员 就错了说是高雄市 做法草率 好 那政院就讲说 它不是一张纸 那它是一张纸 再加上一个附件吗 那两张纸难道19亿 可是对灾民来讲 可能他不会管 有几张纸他也不会管 到底是谁拨的钱 只要先告诉我 日子怎么过 谁能够给灾民上 这样一些答案呢 来 为你介绍 今天邀请到的特别爱逼 好 现在就要是立法委员 季国栋 大家平安 再来是柯文哲经员 总监事姚立明 大家好 再来是台北市议员 也是连胜文阵营代表李鑫 大家好 再来是立法委员蔡奇昌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在文化大学战志系教授杨太盛 大家好 在这上面提案陈敏峰 大家好 来 我们来看最新的新闻画面 我们来迟了 对不起 高雄气候意外 30位罹难者投其功绩 以为祸首的荣化董事长李某伟现身 下跪致意 仍止不住家属怒火 我想今天 经过测试 检方证实 荣化破损管线 就是赵霍元凶 空掏不了行责 但行政责任的追究 中央地方却是越吵越烈 事发后 声称不知荣化有埋管线的高雄市府 遭到国民党入委爆料 根据101年捷运局 轻毁发包时的会议记录 市府早知道荣化埋有管线 消息曝光 市长陈菊 积极道歉直线 我们并没有说谎 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 发现内部 有这种红相联系上 严重的臭义 我们非常抱歉 国民党痛批成局说谎 对于高雄向中央索取补助 也被指为只用了一张公文 就想要19亿 气泡究责 演变成中央地方互相指控 谢泽 冷血 灾民 情何以堪 气暴真相 抽丝剥茧 幽灵香涵到底谁建造 中游 香涵包厢 公务局被点名为三大帮凶 该负责的部会单位 谁在逃避 全民眼睛都在看 最新史事就在新闻面对面 好 那今天高雄市长陈菊出来道歉是为了哪装 当然就是因为今天早上媒体报说 讲融化的管线在不在那个地方 高雄市府不是一直说不知道 但是媒体上面爆出来的公文是说 早在一百年左右你就知道了 那为什么现在还说不知道 过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原因又是什么 来 怀卷 好 到底知不知道这条管线呢 要先从这8月2号这天看起 8月2号这天我们看到 高雄市政府的公务局就说 市府数位管线图 爆炸区有三条这丙系的管线 中游有两条 中石化有一条 却查不到融化这条 融化呢未曾提供资料 所以成了无名幽灵管线 那8月4号的时候呢 高雄市水利局就说 由于这个年代太过久远 当初呢建制着石化管线的状况 目前都还在清查 而到了8月5号的这一天呢 高雄市政府的公务局就说 高雄市不是事业单位主管机关 那么市府管的呢 只是业者因为工程需要 依规定申请道路开挖许可 但接下来8月6号这一天是中游 他出示一个前年的会议进入 是什么样进入 就是我说旁边这张照片 这个照片是什么呢 是高雄这个捷运工程做了八包 那么他们就指出的是 高雄市政府呢 他们早就知道这个融化的管线 深埋在地下 1.5公尺主要就是画起来 红色这个区块 有写了这些字样 好 那么在8月7号这一天 就看到高雄市捷运局的局长 就正是说融化 有派人参与这个会议 而接下来看到陈局市长说 我们没有说谎 应该是团队横向联系 出了严重错误 非常对不起 好 刚才上面看到的公文呢 完整的就是这一份的公文 当然101年 是高雄市政府捷运工程局 那主办所以发给相关的出席的单位 这里头画起来的就是李长龙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而且同时参与的单位 包括高雄市政府公务局养护工程处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高雄市政府公务局企划处 都派员参加 那这里头后面这一块 当然就是在过程当中媒体讲说 里面还知道李长龙化学公司 所属管线埋涉深度约1.5公尺 当然这次今天陈局市长非常快就出来 跟大家讲说 横向的连续却有不足 但是市府真的就是没有说谎 结尾 对所有的民众来讲的话 这算是很重要的一个发现吗 就是说这样因此陈局市长 就表示脱不了责任吗 要看民众买不买单 国民党党团可以合理的推断说 你在说谎 因为你们这些脑团直接跳出来 点击做说谎 当然有理由嘛 因为这个白杂萨欧瑜 是这么清楚 这没办法狡辩 当然陈局市长他可以选择辩解 所以他说没有说谎 横向连续不好 你看民众买不买单 当然你可以选择像李某尾一样 监默 刚开始监默都不讲 到时候查到已经没办法辩解 那我承认 像今天就跪拜 这个头契的这些失责 的做法一样 我今天不是特别针对 好像高雄市在做一个指责 我无意如此做 但是既然你发生了 我们就要检讨 当然 当然现在陈局市长已经道歉了 那也认为 他自己也承认说 横的联系真的不好 非常的对不起 他这样做 基本上到这边 我可以接受 可是不是因为这样的事情 就过去了 还要继续追查 未来证明 是不是真的 原致死不知道 还是你被蒙在鼓里 还有另外一点 不知道是只有市长不知道呢 还是其他人都不知道 这也要厘清啊 那你到底 到底只有几个人 到底真的只有公务单位 捷运级知道吗 那好吧 那纵使是捷运级知道 公务单位知道 爆炸的七三天那天 为什么公务单位 没有提出来 没有讲出来呢 所以这些相关人员 都应该要究责 所以今天陈旭市长 他的态度到现在为止 我还保持一个 观察了一个立场 但是我有点遗憾 他这个时候 严重的跟大家表示对不起 他应该顺便把 乘除的名单也拿出来 不能光是对不起啊 对不起就是你很大舒适啊 明单当然我知道 等一下蔡旭市长搞不好 那你们马公彭虎空难 是不是名单局 交通部要究责一下 不然你没有这样子 我自己来讲好不好 我等于说 我的标准放之四海皆准 中央有责任 一样就责 竞技部那有责任你就就责嘛 可是地方不能因为你民调 你民意很高涨 大家舍不得或是不敢讲 我觉得这个也不是 做一个评论者该有的立场 换句话说 今天对这些往生的三四个人 坦白讲 我们一定要有道德勇气 该讲就要讲 我说实在的 我是这样 我无意批评任了一个政治人物 也无意做所谓的口水政治争 不是哦 可是明明白白 地方他告诉的是 我们本党推不出 很强的竞争者 他们太平官当太久了 根本没有危机一事 好如果这样讲的话 蔡伟 今天陈局长出来道歉 一个刚才 蔡继闻就讲 但道歉以外 传出各方面都应该要 顺便拿出来 没有什么好避论的 为什么要避论说 惩处名单 如果真的有横向联系出问题 谁是负责横向联系的人 那就该怎么样处置就怎么样处置 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好 这需要再辩驳的 我觉得至少 陈局市长 他为了横向联系 出状况 他第一个事情 他就是道歉 做错事就是道歉 没有什么 但我好像靠歉的位置还没看到 还有一些人该道歉的 应该出来道个歉 譬如谁 我无意在这里指控 我们都很清楚 中央有中央该负责责任 地方有地方该负责责任 这个态势是很清楚的 我必须要大家 其实道完歉之后 我们还是要回归问题的本身 就是说 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 我们应该去把它厘清 就为什么道歉 那道歉的过程 到底是怎么来发生的 我觉得陈局市长 今天道歉的东西很简单 因为过去我们都很清楚 道路的开挖的管线 它的全责单位在公务局 所以当事情一发生 当然做一个市长 马上一定会请公务局局长说 你现在所有的这些管线 到底当时从消民众 闻到瓦斯卫报案 消防局一定是联络公务局 一定是联络环保局 请你们提供这个 为什么会可能有哪几家公司 它的瓦斯可能外信 因为大家闻到是瓦斯 消防局也不知道 那个叫做丙烯 或者是什么 他就认为那个就是瓦斯 那第一个时间 一定联络这些单位 请他们是不是把瓦斯关掉 这个就是一个标准的作业流程 所以今天公务局的资料上面 他看到的就是三条管 两条中油 一条中石化 所以他的作业程序上 一定是打电话给这两个公司 请他们把这个关掉 但是这里面出现的状况 我现在不管那个叫做 是吴敦毅时代 是谢唐挺时代程序 那不重要 重要是说 这一连串从 买的这三条管线开始 因为我们都知道 在当时一开始申请要买的时候 他是没有李长龙 因为李长龙是委托中油 来替他施工做这条管线 所以公务局的申请单位里面 一定是什么 调原始资料 从吴敦毅市长 当市长时代调出来的申请资料 一定是什么 中油跟中石化 所以他不会有李长龙 所以年代一路一路交接过来 哪怕这个过程里面 是由原来中油两条管线 一条已经给李长龙用了 但是在高雄市政府 一定是资料上面 不会有李长龙这个东西 好 那捷运局要挖捷运 他怎么会知道 有一条叫李长龙 我实在话我不知道 但是的确他就通知李长龙 也来开的会儿 对 所以呢 除非什么 除非 陈局市长在讲这个事情的同时 除非什么 这里面 陈局市长就说很简单嘛 我当市长 那我问公务局 公务局说没有 但是捷运局没有出来说 他有 所以陈局依照公务局的资料就说了 但是这里面跟气暴的关联性在哪里 是如果SOP的作业流程里面消防局接到瓦斯位 如果规定他除了问公务局之外 他也应该问捷运局 他没有问 那我认为这个有问题 但是如果SOP作业流程里面 他没有不需要 他只要问他只要通知环保局 问公务局管路是谁的 那说实在话 消防局也没来 这个捷运局会知道 说还有这个中石 中有那条管线已经给李昌龙在用了 所以陈局没有 他没有 他没有在辩解什么 他就是因为很简单 就是有两个单位 一个单位是负责管这个管线叫公务局 他说他没有 事实上从资料查他也没有 但是不好意思 市政府有一个单位叫捷运局 他说他 他知道他有 所以陈局认为 这个就是横向联系有问题 道歉 我认为这个不需要辩驳什么 所以我要讲的是什么 就是说不需要在这个问题上面 好像一副 今天早上 我看那个 国民党在开这个 批局大会 人做的满满的 我去看那个救灾指挥中心 张家志部部长好像都没有去 救灾指挥中心找没人 这个政治口水中心 人有够多 其实纪委员刚刚讲那个话说实在话 他已经算是国民党内 我认为水准比较高的 也就是说 十平讲做错了就是道歉 没有什么要特别的 横向联系有问题 就横向联系查嘛 但是横向联系跟爆炸之间的会说 为什么陈局说他没有说法 因为他觉得当时的这个作业程序里面 没有人会去问到捷运局 就好像说这件事情 因为有瓦斯卫 不会有人打电话去问文化局嘛 也不会有人打电话去问 这个教育局嘛 他一定是问公务局 问环保局这些相关的单位 当然我不知道 市政府的这个SOP里面 有没有要问捷运局 如果有 这个没有什么好 这个一定有失职的问题 好 所以我认为 关键大家把它弄清楚 该负责任的负责任 该澄清的澄清 大家不要在这种问题上面 好像这个 间列欣喜 很欢迎 这没什么都很欢迎 到目前为止 在今天 高雄市政府 已经有一位官员 为了这整件事情 为了表示负责请辞 高雄市副市长 吳鸿鸿鸿 在今天下午 大概五点多的时候 表示为了对事情负责 他请辞 但是还没有获准 OK 那这整个过程 我不晓得 鲜哥 你觉得 因为高雄市副市长 请辞负责 OK 当然还没有获准 但是他表示 表态 我要这样负责 今天陈局市长出来讲说 你说我说谎 太沉重 最多就是像刚才 蔡伟给你讲 SOP也没告诉我 我要每个部市 都这样子问 我照着SOP问完了 那怎么办 我确实承认 那我们在过程当中 就有这样的疏失 你就OK吗 高雄市民情何以堪 我用这个话说 今天 陈局是高雄市的市长 是 就像一个人的身体一样 市政府 他就是那个头 各局处 只是他的手脚而已 假设 今天这个事情 陈局还可以说 我没有说谎 因为我确实不知 是这样说 请问 一个政府市政府 有多少的事情 那个市长是真的 巨细迷都知道吗 如果要有这个标准的话 那市长也不会有什么政治责任 这选举太简单了 回头头来说 这件事情 陈局市长 因为你的局处各说 我真的要 或者要这样讲 我实在不忍心说 但我真的要说 今天头七 两个道歉 李长荣 李董事长 今天跪下来了 早该如此 否则怎么会闹到 今天这个程度 但是他至少 他就现在跪下来了 陈局呢 他的道歉 还是在说 师父没有说谎 我确实不知 这个道歉 如果不是林国正 拿出了这个证据来的话 我真的很怀疑 他会道歉 道歉的不甘不愿 这件事情 我要这样说了 事实上你不知 但是因为 市政是你领导的 那个不知 绝对不会成为 你的理由 这里是 摆明了就还是切割 副市长 吃什么值 理由很简单 七局保帅 因为这个火 一定要烧到 陈局身上 之前我看 我们已经谈过了 市政府怎么可能不知 中央定政策 立法律 我想立法都很清楚 地方是负责执行的单位 第一次法律的规定 很清楚 回去应该让局长 再去翻翻看 中央主管的 中央所谓的 授权给地方的 以及地方自治管辖事项里头 市长推这个说 觉得真的是 高雄市民真的是 情何以堪 市长用这种方式不知 拜托啦 市长 今天只不过是因为 大家都拿出来了证明 前年101年的时候 开会的时候 很清楚 4%的时候不要忘记 消防局各局都说不知道 然后都往以前推 推到吴敦义身上去了 情何以堪 我是觉得说 我不想在这节目上 再继续浪费口水啦 但我只是觉得说 你要把责任拉高到程局 可以 那你拿出 蔡元室哥现在不想 拿出证据 没有证据就是口水嘛 你就拿证据嘛 证据我刚刚告诉过你 就联系不当嘛 他已经承认了 而且道歉了 不要忘记啊 蔡元室哥告诉你 我以前都这个样子啦 我只不想再跟你口水啦 我是不要强调 我刚刚我之前说过的好 我觉得你不了解 中央的法律的不够齐备 有漏的量 地方是负责执行的 不是 地方执行是管路的开花 秉析乙析 整个石化产业 它在中央决定 你现在还在回的 我没有任何回避 我刚刚讲 管理制度条例很清楚 我们都已经道歉 你刚刚讲两个人道歉 我觉得对 李某伟道歉了 陈举道歉了 国民党的中央执政道歉了没有 我其实很不想讲这个 我今天来就不想讲这个 我现在就要这样说 蔡维仁 市政我们该负责任 今天是被他拿出证据来了 才第一头到 到了不甘不愿 拿出证据 拿出证据 真的没有关系 你要这样解释我 你要这样去扯这些口水 我是没有兴趣 所以我刚刚已经一开始 我就解释得很清楚了 今天属于 没有错 的确横向联系有问题 民进党横向联系有问题 陈举市长就道歉 的确嘛 因为SOP作业流程里面 他管路的是谁 是公务局 他问公务局 公务局说没有 没有 你这个横向联系 当然是出问题 因为检举局有啊 可是对市长来讲 除非你说 他的确问过检举局 检举局告诉市长说有 只有市长这个时候还说 这个联系不当 我觉得这不对 前后执政16年 前后执政16年的第二个 这些局务场都是你认识的 而且你不只执政的 一天两天一个年而已 你要去扯 这么久啊 你要去扯执政警 就像说你要继续扯扯 如果今天是好龙斌 我们照样叫他下台了 我们不会让容忍的 我想坦白黄斌 因为台北市都是税收的啦 高雄是承担这些实话业的 不是啊 因为你要去扯这些东西啦 所以我真是不想去跟你 我真是很不想去跟你扯这些东西啦 因为如果今天要来扯这些东西 我觉得你就去 你们选举场合去吵嘛 我不想去跟你扯这些东西 我只是告诉你说 这里面跟选举没关系嘛 不 你就在扯选举嘛 你意思就是要拉高这个态势嘛 我觉得你在做的事情就是 我没有说的话 你不能塞到我悬里啊 你也不能说塞到我悬里啊 我刚刚讲了 你谈的是城市管理 你的行为 对 你的行为就在谈 现在谈城市管理 你是没有谈城市管理 因为谈城市管理 你这个整个税收是什么样 贵长米琴 贵长米琴就不用谈吗 你是从后面说前面 所以你就要谈16年嘛 你不谈16年之前嘛 你不谈16年之前嘛 来 我们先听看其他来宾 闭折不辣 杨老师 我们就要来看 只是光是看到 城市市长今天道了歉 他是说是因为横向联系 没有做好这个部分 他的道歉算是不甘不脆吗 杨老师 该道歉 该有人负责下台 至于说城区要不要下台 一定要再去查 他到底是说谎 还是正如他所说的 横向联系不足 造成了别的单位不知道 这一点我必须说 刚才如果存就这个公文来看 他有正本要给谁 我们现在确定知道 原来就知道的人是哪些 可是我们没有办法 从这里知道城区 知道不知道 所以我先把知道的知道 杰运局知道 杰运局要负责任 公务局知道 消防局不知道 因为消防局知道 他还派人 他就要死 水利局 水利局知道 这三个局 这个没有办法拍了 我先补充一个最新的资讯 到今天下午的五点多为止 高雄市副市长吴红谋 公务局长杨明周 杰运局长陈春勇 水利局长李贤逸 这四个人提出辞呈 那是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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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副本给谁呢 因为还有副本嘛 因为你这个公文 大家就知道你公文会到哪里 哪里就知道 然后你说你不知道 今天你原来为什么这些人要下台 就是没有这个公文之前 你都没表态嘛 如果你在没有公文之前就讲 所以我好像有印象开哪个会 我知道挖这个轻轨的时候 好像有来李长荣 曾经有这个李长荣的管线在下面 那我倒觉得 那大家就不要你负责罢了 可是这个是不可以的 所以这几个单位我先讲 应该负责任 没什么好逃的 可是陈局我必须要说 你现在要证明你自己不知道 你恐怕还要多做两个动作 这一点我是刚才听了几位在那里 争吵陈局责任的时候 我觉得有两个动作你要做 第一个就是 现在居然有两件老百姓 不可思议的事情 哪两件 第一个 居然有管线在下面 或者盛锤线有寒冻在下面 没人知道 这个厉害了 也就是什么时候在那里 什么时候照都还没有理清 我希望陈局在现在道歉之后 我觉得他应该责成有人 赶快确定一下 这是怎么回事 虽然检察官也在调查 不过这个是第一个 不可思议的字 怎么下面有个管线 有一个寒冻 无人所知 什么时候盖的 这第一个不知道 第二个更不可思议的 我觉得这个简直是 这一次爆炸的主因 就是管线跟寒冻交常 那就表示 其实盖当时交叉的那个时候 就已经确定 二三十年以后会爆炸 因为这件事情 是摆明了 时间一久就会腐蚀 就会破裂 就会爆炸 那这件事情 就在当时代 没有人知道 然后也没有人检查 二十年摆在那里 这样子交叉 也不去管它 那我接下来就问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问题 陈局如果这三 第三 第四问题 短时间不理清 我觉得你真的该下台 第一个问题 如果居然有幽灵管线在这里 而且你从来都不知道 我现在要问你 你知不知道还有别的地方 有没有幽灵管线 你如果做一个大家长 你现在不问这个问题 你就没有资格再居住下去 这是第一个问题 因为高雄市民要知道 居然有幽灵管线在这里 因为这里被炸开 我可以查 那我怎么有把握 知道你不知道 别人也有呢 别地方也有呢 这是第一 第二 如果有别地方有可能 请问那个别地方 现在是不是也腐蚀了 也有交叉管线 那它就是一个不定时大战 那你这个政府 就要做出决策来 因为现在归你管 你要做出决策来 什么叫做危险管线 有没有可能现在腐蚀破裂的管线 你现在要在对短时间之内 告诉市民 我可不可以保证你的安全 如果这两点做不到 我必须说这个大家长 恐怕在救难之余 你自己要想一想 你能对高雄市民负什么责任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 非常非常重要 在今天None News 有一篇的文章里头讲说 这个大家不讲幽灵湘寒 他们说什么幽灵湘寒 当时有验收 有验收 是公务局下水道工程处 对啊 所以显然是有验收 只是后来交接交接交接 可能就不知道 这个记录到哪里去了 那个湘寒本身不是没有记录 这个幽灵湘寒 是不可以这样盖的 因为它是这样接到 中间接切过来 切到管线嘛 那那个是谁盖的 而且它怎么可以验收 如果现在教它怎么可以验收呢 现在说 这个当然是谁盖的 对啊 OK好 那这一段 但是现在你看到市府有四个官员 请辞负责 那程序市长呢 到今天下午的时候呢 还没有批准 可是这整件事情 如果再来看的话 在我们节目制作过程当中 我们先做了一个资料 就告诉你说 陈局长所谓的横向联系不足 这过程当中 到底有哪一些部分 是所谓的横向联系不足呢 但是很不巧 我们所点名横向联系不足 所可能涉及到这几个单位 刚好就是今天下午的时候 请辞的这几位局长 来 环轩 好 这几位局长 我们先来看的是 这几个局处是怎么回事 先来看捷运局的部分呢 我们所看到在101年的10月份 有个高雄捷运发包工程会议 就是我们刚刚所看到 那上面一个相关的公文 上面写着 有邀请出席单位 包含了李长荣化工 记录上也特别标 李长荣化工呢 他们所属的管线 埋涉深度约1.5公尺 所以大家问的是说 这是不是市府 早就知道有这个管线了 再看水利局的部分 是检调说的 检调说啊 水利局对这个湘海 有巡查责任 如果发现耐油管线 应该要做一个动作 叫立即排除 那管线却在这个湘海里面 存在了好几年 一直到破裂量灾 所以在这之前呢 是不是有这个 巡查不实的问题 再看是公务局的部分 这专家有话要说 专家说呢 发包完工 公务局需要验收 如果发现 湘海包含有三条油化管线 要做的是 应该要求包商重新施工 避开油化管线 那么检调就说呢 如果这公务局呢 对于这个气泡 这个湘海 有验收不实的情形 恐怕涉及 伪造文书 所以大家要问的是 这当中是不是有 验收不实的问题 那要是 这个不是单单位造文书了 你们觉得这张单子 是谁给林伯正的 谁 你觉得这张忽然出来 然后今天媒体头版头条 这个公文谁有 就是刚刚讲的 这三个辞职的局 他们不会自己丢出来辞职 剩下了 我仔细看 中油 李长荣 就这些公司有 哎呀 我有时候好奇了 这个时候把这个 因为他们有的资料要来加害市政府 其实他们是共同加害人 所以我这个时候就要问陈局了 陈局啊 当时我们一直在想 你对李长荣一直不停工 一直不停工 是不是公务局这些人要你不囤工的 这些人跟李长荣这样子 这样子互相往来 现在李长荣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讲李长荣这段 我觉得李长荣很清楚 只要高雄市政府负责任 国赔完毕 他不见得要负很多责任 他等于把他的一半责任 卸给了高雄市政府啊 然后高雄市政府 现在好像就这样收下来 我到现在为止 我非常不能理解 高雄市政府 跟李长荣之间的角色 这一点陈局 你必须要马上理解 OK 来 李长荣 我想我们把问题 放大一点来看 不要只是拘泥一说 是谁把这个资讯泄露出来的 或是当初是谁盖这个湘涵 那刚刚蔡委员也提到 高雄人的悲哀 就是高雄的这个石化工业的重镇 那么造成高雄市民 可以说长期都住在 这个未爆弹的这个上面 那我们这样就必须要去想 那如果说今天的地方父母官 我接了这个高雄市长 这个位置的话 我是不是要针对 这样子的一个特质 去特别的去注意 这些化工厂 还有这些地下管线 的流通的这个状况 我是不是要多派一些专家 去做彻查 不管说这个是二十年前 吴敦义时代去新建的也好 或者是五六年前人家新建 对这个问题不重要 问题就是说 我既然当了地方父母官 那这个城市 有这样子的一种特质在 那我是不是要因材私教 对不对 因材私作 对这个城市的这些 有关化工这方面 要加强他的这个查核 可是我们看看 现在在争议的这个文件 说这个管线是什么时候被发现的 我们现在争议的文件 是在建轻轨的这个 101年 大家才不经意的说 你看那时候高雄市政府 就知道这个事情了 这何其可悲啊 你明明知道这是一个化工城市 化工的重镇 很多的气体都会去爆炸 结果最后今天来证明说 市政府知道这个文件的 知道这个管线的 是根据一个不经意的一个 就是为了要开发一个轻轨的工程 才去发现 怎么会没有任何一个单位 他曾经去做过这些调查 有 他们还做了 还在2009年的时候得到 那时候好像行政院的 什么服务奖 李长龙做的吧 没有 高雄市公务局 就是所有的地下管线图的一个 对 那为什么 对这个就是大家也在问说 那个时候2009年还得了奖 可是这些管线 竟然是讲漏网之语吧 只能这样讲 所以我们就不禁 这个有一点感叹 因为今天全台湾的 不管蓝绿 几乎所有的这个县市所长 都喜欢去做一些 这个看得到的这些建设 亮丽的这个建设 对于地下的这些改善工程 很少人去注意到 所以今天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我觉得相当值得我们去检讨 我想任何城市都一样 是不是你地方政府 其实权力很大 你可以讲说 这个石化工业的主管单位 是经济部啊 我地方政府没有办法管啊 他讲这个话 我想很难接受 因为大家任何人都知道 地方政府他如果要抵制你 如果要让你这个工厂开不下去 他可以使用的手段太多了 对他可以说那为什么 对他过去没有做一个详细的这个测查 然后到今天在追究这个责任的时候才说 因为当初开了这个轻轨的这个捷运工程 里面有个文件突露出那时候政府已经知道了 赵大海这么应该整叠的文件在那里啊 所以这是我们觉得最可悲的 而且刚好是在从事情发生到现在 中央跟地方之间从一开始就对于管线到底 谁知道不知道 然后一路论证到现在 然后在这个警方眼上 崩的一个就蹦出了这么一张一份的文件 然后你就看到 从副市长开始三个首长 然后一路请辞 就变成这样 当然就是说 这东西一方面也责一席 一方面也有嘛 就是说我们事件灾害发生的时候 看到各个单位这边推责任 真的是很猜心嘛 对不对 那当然就是说 那你现在借这机会把责任理清楚 未必也不是一个坏事啦 那我觉得就是说 陈举到底知不知情这件事情 他应该就是说 他应该负的是政治责任嘛 那我们可以回去推 那段时间的一个过程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记得 环保局第二天 他就已经指明是 李长荣化学公司了 那好 那你如果说你第一时间 你事件并不知道有这条管线的时候 你环保局是不是可以跟我解释说 你是爆炸之前不知道 还是爆炸之后才知道的 因为他很快速就已经认定 是李长荣化学公司 那如果说你不晓得里面有管线的话 你如何认定 这是李长荣的公司所为呢 所以那时候 你说你不知情是说爆炸之前完全不知情吗 所以这个就是说 李长荣在对市民讲 你第一时间不知情的时候 你必须要对外面解释这个时间点 到底是在哪里吗 那你这个解释 就像纪委员讲的 我市民可不可以同意 那包括你这次要不要下台 或是说你下次的选举里头 市民会用什么样的投一个票数 去肯定你这种说法 他接不接受 那再来就是说 你局处首长 你一定要负行政责任 你的确是有联系 很像联系有 的确是有出问题 民放我可不可以请问一下 你刚才直接质疑说 这些首长之间的请辞 你刚刚用七局保帅 你说这些首长请辞 只叫七局保帅 你觉得是什么 就下面的首长这些 也包括连副市长都请辞 火就不要烧到我局检了 不是 你烧不烧到局检 局检是民选的嘛 你要火不要烧到他也很难啦 反正他是民选的 那你这些局 你作为一个市长 如果你的下面人有问题 你就是要处罚嘛 你要处罰 那你就不要说 有没有烧到他 那你说这个韓管 如果这个韓管爆炸 而且我们也要讲说 你知情不知情 跟当时这个灾害发生 到底有没有直接关系嘛 因为你环保局当时是告诉我们说 八点多的时候到九点多到十点多 你都有打电话给谁谁谁 确认过那个管 管他们家公司都没有泄漏嘛 那没有泄漏之后 所以你第二天就可以直接指责 这个李长龙化学公司说 因为你第一天你举报不实 你没有按照SOP通报嘛 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去 第一时间去知道这个丙烯 是丙烯是气体外漏嘛 所以这一点 所以说我就说 你这个东西 我觉得你这十一点 他有通报 这可恶的捷运局 我现在不知道是不是 我觉得陈局这一点 所以这个你要说清楚了嘛 那如果你陈局有任 那你当时 如果你现在发现 这个管线爆炸 最主要就是你把这个管线 盖在江海里头 你当时的吴市长 你也是要负责任呢 对不对 那你这个管线一直在维护 都是经济部的中流公司嘛 那你维护到有没有净责任 所以我觉得责任不用说 这个今天蓝的就说是地方的 然后绿的就说是中央的 这件事情的造成 我觉得这个是 那一部分就算不管 我管当天9月 这个31号9点 你知道当天爆炸里 第一个爆炸 市政府就通知捷运局 照这样讲 好像以为捷运局 他以为捷运局知道 以为是挖破嘛 因为之所以通知它 是因为他们的附近 就在搞经贵 对啊 就在大爆炸 可是大爆炸跟小爆炸 中间有三个小时 有三个小时 捷运局被通知 本来是误解 以为是挖的 可那捷运局被通知以后 他有没有想起它一年前 两年前一个公文 说小心一点下 没有比吸管 捷运局已经被通知 虽然被通知的理由 是别的原因 是因为 因为那个青青鬼的原因 所以你讲的跟我没有差别 我就说你第一时间 你第一时间已经知道 我没有在辩合你 我在讲当天连救灾成局 多少思考一下 他有没有责任 嗯 因为救灾的整个程序 造成这么重大伤亡 是跟那三个小时有关 因为我们原来觉得这三个小时 谁都不知道 所以爆炸了 可怜的消防局同工 同人 同人 可是捷运局获通知以后 捷运局没有一个人想起来说 哎呀 小心一点 我们两年前开会的时候 知道下面有管 那个管是一个丙吸管 要非常小心 嗯 如果这样子通报 消防局同工 同人不会就这样子冤死了 好了 那那段过程 捷运局怎么反应的 要不现在陈局要交代一下 因为消防局通知捷运局 捷运局来了 然后就这样呼呼 一下炸掉了 那捷运局为什么没有想到 这个公文呢 嗯 那那个整个的指挥系统 到底怎么回事啊 所以现在不只是原来 那个管线的错误 没有人知道 陈局一定要厘清 连当天救灾 嗯 你是不是多让人死亡 陈局现在恐怕都要去炒 如果今天这公文出来以后 很多相关的一些的局处 当然你可以想象 都会被记者去询问 刚刚是捷运局长 也被记者问到 有没有这个公文 里面有没有写到说 李长龙的管事排在地下一公 1.5公尺 他是怎么样回应的 来我们来看一下 但是那个会议里头 你们是不知道有这个管线 那部分不是我们要关心的 我们要关心像我们的 基本设计的时候 要去状态资料 要了解他跟我们之间的这种关系 所以我们应该 我们的责任是在对陆权以列的范围 所以那是管线不在你们管想 那个区域里面吗 但是当天的会议是不是李长龙 派代表到现场 根据那个记录是 他们是有趣的 所以那会议记录里面有说 这个埋管1.5公尺 那部分 有 有这一行字 他们有讲他们的情形 但是这部分 刚才那句话可能也是重要的一句话 他们有讲他们的情形 我不知道他们讲了他们什么情形 这个可能是后面大家在追究说 到底李长龙讲了什么 我说跟你讲我下面是屏气管 我花1.5公尺 还是我跟你讲我下面有管线或什么 到底是怎么样 但你可以看得出来 相关局处大概对于这一份公文 也突然出现 大家也会觉得大概有点压抑 怎么会是这样子 怎么会出来上这样的公文 真的 当时有这份 所以在回答的时候也会变成这样 副市长请职 本来就该做了 我说实在 这几天因为是在救灾 大家知道吗 你救灾喊说要救责 好像不太 不太 那氛围不对 救灾以后再叫救责 可是我一直在想说 当时发生的时候 应该要有一个副市长 或秘书市长级在现场 因为你只有一个消防局 他显然不知道嘛 因为消防局 他损失迅值的情况非常惨重 大家也不忍苛责 想说你看消防局都已经 死伤这么惨重 我们怎么还忍心来骂 可是心里总是有一个疑虑 市长你成立在害小组啦 他一夜没睡啦 我们在讲说那三个中头嘛 那三个中头如果有一个 层级可以来整合横向联系的 这一个高官副市长或秘书长 把相关人员找过来 如果说当时也把捡运局的官员 不晓得有没有过来 那不管如果说当时 第一时间马上李长龙 捡运局的官员有过来 有过来你看也没有讲 李长龙后来证实两天环保局 证实说百分之百就李长龙嘛 你两天都证实李长龙是百分之百的 那你为什么拖这么久 才出来说对啦 这个我们应该早就知道 所以我说显然他整个市政府的 螺子已经松掉了 我没有无意批评说 他是不是故意说谎啦 或是说他的道德性不够啦 或是所谓他故意的回避人员不是 而是我觉得这个 整个政府组织架构已经松掉了 松到事情发生 而且还不只是混乱无知 而且还怎么讲 这好像内部好像有点不太在乎的感觉 不会吧 他都已经请职了 那倒不会 谁会不在乎啦 选举到了谁会不在乎 你听我说第一时间要请职 我不是说请职是应该的 我从头到尾都还没有骂到陈菊 我没有质疑他的说谎 你要听清楚 但是我说从陈菊以下这些副市长集的 我心里想说奇怪 你三个副市长总是有一个轮子吧 但是怎么你没有一个来做一个整个职佑 下方今天做一些无所谓的牺牲呢 我告诉你今天任何一个单位发生这种事情 不管是中央单位 我们一样在谴责他啦 所以我要特别再讲一点就是说 包括这个所谓的幽灵的湘涵 包括这个相关的事 你还记得吗 以前高雄是一个公务局长 光是发生水灾喔 他讲说为什么发生水灾 他说因为外省人来太多了 他就下台了 所以我觉得说 对 这样子 我跟你讲下台 这不用考虑啦 花妈 就直接准了啦 四个一定要全准啦 对啦 我坦白就跟你讲不用连想都不用想 因为我两三天前就在想这个事情 你在想应该有人要全准这个事情 对啦 当然要准嘛 我说实在嘛 我跟他讲嘛 因为旧灾嘛 旧灾我们在旧城嘛 OK 第二点坦白讲 现在是时间到了 所以我们这个人也是有点宅心宽套 那些市长跟我们也是蛮熟的 直接叫他下台 我想让他们自己自知理亏 自知理亏对不起 这一点当然要准啦 我完全同意啦 这个叫什么 陈居的市长不要再考虑了 因为可能还有更多的人该负责啦 那个桃园一个副市长贪污 那其他呱呱呱呱呱全下台 那个贪污又不是什么公共造成 大家死亡的事情 所以可是我要补一下 国董刚刚讲的很对的 我告诉你 当场那个指挥官 我告诉你啊 他第二天第三天就知道李长荣 你知道为什么第二天第三天 他就知道李长东 因为他查到二十年 不是 他因为查到二十年的公文 说那个下面只有三条管线 三家公司管线 他都已经知道二十年前的公文 下面有三条管线 一个叫中游 中石化 李长荣 那两年前的公文怎么 没有 所以陈居 你是不是要问一下 你们都知道那下面三条管线 那你们为什么不先找出来这个公文 这个公文应该比那个还快一点 因为这两年前的公文 所以陈居应该要更多的人 要要就责 所以我加一句 这个公文现在才出现 表示有公务员还在隐藏 这个公文现在 因为他原来有比他早的公文就出现了 都在捷运局 你去查公文都查到了 怎么有三家在下面 你这个公文怎么会不出现 就表示有人在 自己在压 陈居要不要救救这个责任 所以蔡伟我们来看的是 还有更多的人要负这个责任吗 我们观众看到 现在已经有四个局出手了 已经开始请辞 做出这样的负责的动作了 但这个动作也会有人解读 就说这会不会就是弃局保帅 人要怎么去解读 我其实不会有太大意见 因为大家就是接着要选举 你要怎么去扯 我都尊重 因为每一个政党 他有每一个政党的想法 但我从头到尾 我从气暴到今天 我做民进党干市长 我从没有公开去指责 中央政府怎么样不对 或者推卸 我觉得事情很简单 这逻辑很清楚 这个过程里面 从高雄石化产业开始下来 一路所有担任过市长的人 都会有责任 你怎么可能会没有责任 那从高雄石化业开始以来 蓝绿都有人执政过 这件事情从石化产业 一直到地方政府的道路的管理 高雄市政府怎么可能会没有责任呢 中央政府怎么可能会没有责任呢 所以我认为 我一开始我的态度就很清楚 所有该负责任的 该去查清楚的 该道歉的 我就照规矩来 大家不用再辩解什么 就好像刚刚 大家就说 新的新闻出来说 这个幽灵湘寒 是在高雄市务 敦一镇市长的时候盖的 这个不需要 我其实有没有这张对岸的都是一样 不会没有 它不会没有事 但是一路以来 这个事件凸显 我一直在讲说 该有的责任大家去追究 但是这一路以来凸显的是什么 凸显的是我们台湾经济发展的过程里面 把税 把公司设在台北 把工厂设在高雄 然后这一连串发展过去 为什么这些会出现这个 很简单 因为当时大家都为了要节省成本 我们要外国人来投资 我们希望台湾的经济起飞 所以我们过去的这段时间 我们牺牲了非常多的东西 造就了台湾的这个经济发展 所以这里面 幽灵湘寒 一定会有人要开始扯嘛 一定会开始讲这个 原来你看 插出来了 这个为什么 这个裸露的地方 大家知道嘛 丙烯的管线这三条 当它在被泥土包覆的时候 丙烯外泄的时候 它不会跟着 如果它是所谓 现在讲乌敦易盖的这个油热箱管线 它会滴到水里面 它又会随着水 因为它就像那个油滴在水上面 它就会随着这样 那浓度高到一个程度 又有火源的时候 它会爆炸嘛 那是不是大家又回过头来说 你看 揭秘 我就发现 原来当时这个寒管 就是乌敦易弄的 那这样就证明什么 那证明应该 后面的卸长艇 陈菊 也应该认真去把这个东西找出来 所以我讲这个就是说 这个一路以来 从历史发展的一路以来 所有跟这件事有关联的人 多多少少都要负责任 所以我认为该负的责任 没有什么好闪躲的 就是你在这个阶段该道歉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少了政治口水是什么 没有证据的东西 我们不要去指控 如果说今天抓到 的确陈菊他事先知道 而且出来跟媒体说了谎话 我觉得这个也没有什么好辩解的 就是陈菊不对嘛 如果不是这样子 那我们就把依照 包括林国正委员 所揭秘的东西 我们就依照他揭秘的东西 如同季国正 刚刚委员开始讲的 他揭秘的东西就是发现 这些局处 为什么你在这个 橫向的一些过程中 你没有跟市长讲这事情 或者为什么在案发当天 你捷运局到现场 你知道有这个东西 而你没有在现场 或者你是疏忽 你是刻意的 你是公务人员 这个没有办法 没有尽忠职守 这个检察官 你应该去把它调查清楚 因为这个过程里面很清楚 这个到底怎么发生的 我们就把每一个层级 每一个责任该负的 通通大家去把它处理清楚 所以我才会提说 要去扯这些东西扯不完 你看这个今天 明天我相信又是报纸头条 因为什么 韩管原来是无敦应该 这个国民党今天开党团计 恐怕还没有这个新闻 我的意思说 这都不是重要 高雄市民 我认为大家看到的是什么 是救责 高雄市民看到的是什么 希望的是什么 赶快重建 高雄市民希望看到的是什么 以后不要再发生这种事情 藉由这一次这个灾难的发生 我们把问题解决 就责重建 以后不要发生 我觉得这个就是今天的态度 至于最后最终选举 好跟不好 市民他会去决定 这个就是刚刚大家提的 政治责任的问题在这里 但是政治责任之前 我认为该就责力 检察官该去调查的 从案发现场 捷运局的关系 我觉得通通要把它查清楚 好 那其实 骞哥 你如果这样看 大家在过程当中说 李全文化工的那个管线 检修 说什么 既然二三十年 好像既然都没有人在检修 大家已经很讶异了 没有各位 不需要那么讶异 检方如果照今天的晚报讲说 检方说没有发现的单位 有很大疏失识 为什么 他说检方指出 如果管线 像刚才蔡文讲的 管线如果要是依法 是埋在土里面 它没有暴露在 像这种香寒或空气这里面 不是在寒管上面 对 即便如果要是管线 它破损漏气 也是局部爆炸 不会透过香寒 内的空气 快速地倾倒 然后造成到很大的区域 这些悬挂在香寒里面的管线 如不定时炸弹 早晚出问题 不是文化报 就是其他两家报 负责管理香寒 且未发现香寒 暴露在空气的单位 有很大的缺失 刚才的那份公文的意思是说 这个香寒是早在 民国81年左右 就盖了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也就表示从81年 现在是民国103年 81年到103年 都没有人发现这事 不要说融化 如果现在是融化 大家会讲 你们不要都怪我 你们都说我管线没检收 没有啊 公家机关 也没有人在检查这些事 这么大个香寒 都没人看到 这就是我现在 为什么像刚才参委员提到了 我那个 从心里一个是无奈 一个是气愤 其实理由很讲 第一个 大家不要忘记 什么叫责任政治 今天 你现在会执政的原因 是因为 我们高雄市民 对高国民党的执政 他可能有不满意 虽然我们一直认为说 那是现场厅把伍登义给耍了 因为那个录音带的问题 好 都不谈 至少 这16年来 民进党制造一直维持的执政 所以我说今天已经根本就不是所谓的蓝跟绿的问题 结果我就回来谈这个 这个你刚刚提到一个重点 责任政治 好 蓝营 国民党的政府 这个市长把政权交给了民进党 民进党执政了16年 就像你刚刚提到的 假设现在 刚才提到什么 独家报的好了 假设那是真的 那以前的弊端 后面只有16年来 怎么都会不知道呢 像刚才你提到的 民国94年的时候 中央就已经立法了 我们这种说公共管道的管线 要有图资 要有管理 这早就已经立法了 地方上 我们也有啊 209年刚刚提到啦 我们高雄市的公共管线管理系统 因此而得到所谓政府服务奖 金子奖 是第一名的奖 那个里头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因为我们高雄市 所有地下化的 地下化的管线 已经全部电脑化 透过电脑监控 只要一有问题 立刻就会撤资 那也就是说 高雄市政府 其实它本来 对外的说法是 看起来也很清楚 你们以前做不好的 我们现在接手了 而且我全部电脑化了 地下所有管道 我都能够监控了嘛 这是高雄市的做 对我来讲 一个高雄市 我从高雄市民角度来 我要补掌啊 好事啊 因为就像讲的 以前可能很多的管线不知道 有多危险也不知道 可是现在至少 我们开始电脑化 可以控制了 这是好事嘛 可是呢 等到一爆炸的时候 得到答案是什么 打个弄灾 然后呢 都往中央推 然后那个 以前的所谓的 25年前的 今天不是蓝绿的问题啊 今天我们应该是看到 在高雄市人的角度上来看啊 政府已经轮替了 这些东西在地上 没有优理化啊 它还是在底下啊 然后我们也说啦 我们电脑化已经监控了 就一爆炸的时候 大家就说都不知道 我痛心的是这个 就是说这些事情 因为责任政治 我民进党执政了 我当然要做好 而且我要换得 市民民队我的信任嘛 所以现在四个人请辞啊 你觉得不够 我现在要这样说 四个人请辞 四百个人请辞也不够啊 死了三十条命 谁叫回来啊 怎么救他回来啊 这个就刚才讲 你200 至少209年嘛 至少你101年嘛 你开会的时候 都知道有这个管线嘛 为什么爆炸的时候 还没大爆炸 就刚才讲的 三个小时的 这个除了的 散失的空窗的时候 如果这些都还 大家记忆犹行 或者说都在 政府的掌控之下 怎么还有 会有我们锦销人员的牺牲 然后后面的 28条人命 26条 我们四位 26条人命 还有财产的这么大的损失啊 这个损失今天应该来讲 不是高雄市的损失啊 这对我们整个 全体市人民来讲 我们都受到冲击 我们都觉得震撼 今天我们哪有心情 还要去指责民进党 指责城局 到现在回子 刚才提到很清楚啊 他是民选的市长啊 你叫他下台啊 下台也要一定的法律程序啊 但是他的责任政治 还比我刚才讲的 这个道歉 不应该是投资 这个时候道歉啊 第一天的时候 就应该道歉啊 你今天就算我市长 没有责任 这个是中央闯的祸 我为了我的市民 没有让我好好保护到 上市的生命 损失的产生 我也可以先道歉啊 台北市 下来 马市长 你现在总统 当时被他笑啊 你再道歉市长 市长要学王前方说 我福德不够嘛 要自责一下 这个我不忍再说啦 这个我不忍再说 我要说的就是 我跟李云 最大的不同 第一个 我觉得陈旭市长 第一天就道歉了 不是说后来 他第一天就道歉了 我觉得这指控人家 就第一天道歉 你一直说人家 到今天头七来道歉 我觉得这个就是不厚道 如果第一天道歉的话 就不晓 今天头七是个道歉的方式 今天道歉是为什么 今天的道歉是因为 他为了这个横向联系不够 他作为市长出来道歉 我的意思说 你们去 互相嘛 这个朝野要去 大家去批评 我觉得没有意见 但是根据事实的指控 我就心悦成 那我跟你最大不同是什么 就是说 我刚刚提醒你就是说 这个事情是吴敦义盖的 可是我觉得你的指控 还是从民进党 因为吴敦义盖 盖完之后 所以谢昌廷做 谢昌廷没有检查出来 换程局做 没有检查出来 他们该负责 我一开始就讲说 对 应该 没有检查出来一个 可是没有检查出来一个 该负责 然后做的人 我没有听到你一句指控 这个吴敦义 你从头到尾 就杀了那个人 就没有事了 后来没有去抓到 这个比喻不伦 这个比喻不伦 不伦 你就没有 社会会不公平 假设当时做的话 如果当时做的是有 刚才讲有不法 这个法律责任还是可以追溯的 很清楚 问题是后面的政府在做什么 法律责任 如果今天是蓝银 蓝银还是要负责 是啦 法律责任可以追溯 这个大家都清楚嘛 谁做的当然追溯 但我刚刚只是我跟你这一段不同 就是说 我可以接受 后面应该要负起责任 哪怕这个检查很困难 埋在地底下的东西 要把它挖出来 要怎么去弄 这几乎是强人所谈 没有关系 强人所谈 我就用强人所谈的方式 蔡委员 不是 它是韓管 它不是埋在土里的 不是 它的韓管是 它整条埋在土里 只有韓管那一段 是镂空在韓管上面 也就是说 它是一节镂空在韓管上面 没错 问题是韓管 你本来是在管理之下嘛 因为韓管是更好管理的 不像你说管系太多 太复杂了 没有关系啦 这个我也不是要跟你辩误 我陈举跟切仰廷没有责任 我说有嘛 但我只是说公道一点 吴敦毅盖的 我没有听到你有一句 稍微指责一下说 国民党 你们企业也不 你也负一点责任 没有嘛 你就是开始 好像盖的人没有关系的 现在开始就是 民党执政了 所以民党执政 刘宏杰就 市民们让国民党做得不好 政策我们都负起来了 后面你是一样 我们希望你做得更好 应该是这样讲嘛 你要去这样指控 我也这事 这不是指控 我算观众大家都在看 大家去公平 我没有意见 我没有意见 我只是告诉大家说 我跟你的差别在哪里 我觉得这个事情 如果要真的去追究 公道讲嘛 我接起来了 我实在是 我没办法全面 说整个国民党留下的东西 我一一去清点盘算 没有问题 最后有问题 我没办法清点 虽然这个强人所难 但是没有办法 我就做到 我就要负这个责任 但是不应该只有指控 当时做的这个违法验收 既有法律责任 也有政治责任的 我没有听到国民党 稍微有一点点说 不好意思 我也有不对 不然你也说 不要说头七道歉 不要说第一天道歉 不然你也哭一下 大家出来讲一下 说我到底当时做错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这东西 韩管上面秉息通过 下面会滴到水里面 这个东西 你们做的也验收过了 我没有听到任何的声音 这个是我跟你 我刚刚一直跟你解释 我跟你最大不同的地方 所以杨老师 我们光是看到追究责任 大家就开始要追究说 要先来追究现在市长的责任 还是要来追究以前市长的责任 光这个就已经讨论不晚了 对 我认为当然是追究现在市长的责任 我记得好多年前 曾经看过一个 就在竞选的时候 民进党做了一支广告 就说国民党执政这么久 沙发底下堆满了很多污垢 所以就有一个我马上就把这个沙发 这样举起来 把那个灰尘扫出来 说要政党轮替 这样才可以把这些藏污纳垢的东西 扫干净 这就是政党轮替的一个意义 就是所在 对 当初吴敦毅也许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或者是决策 对 后来造成民进党的执政 那照道理讲 我们希望看到就是说 民进党就要把过去前任政府 所做的一些狗皮倒灶的事情 就把它摊在台面上 对不对 让老百姓了解说 原来国民党长期执政 做了这么多错误的决策 让大家觉得说 民进党是一个比较可靠的政党 可是我们当初16年前 没有去做这些事情 那到今天 那当然我觉得 现在执政的这个政党 就必须要概括承受 那蔡文贾也没有错了 就是这个政治上面 这个千头万绪 你也不可能每一条都去检查 更让人家感到不寒而栗的 就是刚刚大家都提到的 怎么会到现场去 不知道怎么办 为什么这个市政府 没有一个SOP的程序说 我闻到这个味道 我必须要用什么样的单位到场来 消防局的人 虽然说他们对救灾 有一定的这个专业 可是他对这些化工的这些知识 他不见得了解 那刚刚也讲到说 那我们是不是 为什么那时候 这个捷运局局长 这个没有说出来呢 捷运局 他怎么会知道 你这个管子有多危险 他只知道我在挖这个轻轨捷运的时候 我不要去破坏这个管子 对他的知识来讲 这个跟水管 其实是一样的意义 所以他这样回答也是很正确 我不知道这个事情 有这么严重性 我想在这样一个现场里面 任何人只要知道 这是有严重性 那我想立马可能就会 疏散当地的这个地盘 当然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质问说 为什么我们这个 这样一个化工的城市 我们在SOP的这个做法上面 这样子的这个缺乏 那在今天 刚才一开始 包括晚报 包括今天联合 对不起 今天评委日报的 即时新闻里面 也讲到就是 湘涵跟管线的关系 OK 那今天检方在清查 所有水利局相关的 这些资料以后 大概 现在大家可以确定 管线完工是在 就李强龙这几家公司的管线 完工在1992年 湘涵完工 1994年 如果这样看的话 应该是管线先完工 所以湘涵是后面 然后再上头 所以检方现在在查说 当时施工 有没有施工验收 这些 有没有疏失的问题 这个就是 类似像这个报道 地检署查气报案 专案小组研究相关规定 认定李强龙化工的管线 不应该出现在湘涵内 而是否水利局 这个大概就是联合管报 所讲的哪一个单位 是应该要发现这个疏失 水利局对湘涵有寻查的责任 发现 韩管内有管线 应该立即排除 可是管线在湘涵内 存在这么多年 直到破裂伤灾 检方已经签分他案 追究高雄市政府水利局官员 有没有涉犯 最终判十年的刑法 废尺植物 酿成灾害罪 尽量约谈 而从这件事情 一路延烧过来的 就是在昨天 我们在节目里面 管面委员 昨天在节目现场 有讲说 行政院发言人 昨天就直接 叮了一个 就直接告诉我说 高雄气报 符合国赔 那既然符合国赔 显然 昨天管委员的意思就是说 你就是认定我 高雄市的公务员 有过失 那这样的话 那你已经帮我定了罪了 那我接下来 还需要讨论什么东西吗 今天包括看到 四个局处首长 跟副市长要请辞 这样的一个发展 是不是表示 政院昨天讲 高雄气报 符合国赔 看来真的 就是这样一个情形吗 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以后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新闻面对面现场 所以从昨天一直到今天 包括今天最新的发展 高雄市政府 从副市长 一直到三个局处首长的请辞 这样看起来的话 明峰 昨天 其实昨天管委员在现场 讲到 直接讲到包括钱的问题 然后讲到行政院 你就直接一个发言人出来 就告诉我说适合国赔 只要知道国赔的定义 大家都知道 包括跟我公共设施 设置管理不当 那就表示我公务员 那公务员不可能是中央的公务员 那你就说我地方的公务员 所以昨天管委员用了一个 大家是要来剪就对了 就大家就要站起来 可是今天如果 你一堆的局处首长 或是副市长请辞 那不就表示做事 对 你就是国赔 那当然啦 就是说昨天以前 没有这个新的发现 那当然就是中央跟地方白 就是为了这些事情 有一些空白贷 你说中央昨天讲那个太快吗 对 讲的太快嘛 那你今天如果的话 你就是若实 你就是证实 因为你管线先带好 你再把 湘海上去 就是你干湘海的错嘛 所以你表示你公务员 真的是有失职 你就是要国赔嘛 那我们今天讲到说 每一届从这个开始盖的人 到现在都有责任 那是没有错的 只是说你责任的大小嘛 你譬如说你现场 你现任的市长 你要负责救灾不利 还有管理管线等等的问题 都要你负责啊 那你当年谁把这个 把那个湘海盖在这个管线的外面 让管线跟空气 可以有接触 没有很密实的密 埋在土里头 有保护作用 这个人倒是也要追究嘛 那我们要请问一下 这些管线 这样的情况好 那当时这个谢长廷 在做这个高雄市长的时候 他一度有个男星计划嘛 我实在是说 很不想捉一些口水战 可是问题是 如果你要救的就救得到 他当时要男星计划 就是要把所有的管线 从市中心移去 移去这个港区附近嘛 那问题是因为中央当时有一个 所谓亚太运运中心 所以这个东西就没有成了 那没有成就是让这个后面的 这个说 整个灾害的机会 就变得有更大的可能性发生嘛 如果你第一个 你当时有买 有移 有移好 那市中心就不会有一个灾害嘛 那你移的时候 你一定会发现说 这个管线跟湘海的位置不对 所以你会找出来嘛 那我也要请问说 这个在维护管线的人 是中石化 中油 因为你后来大家都要推说 中油说这个是已经卖给了融化 所以融化要管理 那融化就说 你中油要自己要管理 所以你明明你业者 你其实也在管理这些管线嘛 那这个管线里头在湘海里面 你是不是一开始就知道 那你一开始从八十几年 买好之后你就知道 那你有没有跟市政府讲 有没有跟中央讲 有没有跟基地部讲 我们今天也要不要追求这种责任 对不对 你中石化 中油 还有融化你是不是也要 你是不是也要责任 你早就知道这样子买是不对的 你会让那个管容易有腐蚀嘛 那你为什么都知情不报 你为什么会一直密疗到现在二十几年 然后让管线一直有泄露的 可能越来越薄 所以我觉得今天要追求起来 如果我们是站在外来 不要让这个事情重复发生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每一个环节都要去检讨 地方中央跟业者 中石化中油 你这些管线如果你第八十年 你就已经知道 你为什么不讲 你为什么不报告呢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你这个你要检讨起来 我觉得全部都把它弄了一清二楚 未来就不会有发生的情况 不过结尾我们要来的是每个环节 当然都是要好好来检讨一下 也不希望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但是我们也感觉到这一段时间以来 就光是感觉到中央跟地方 好像都在互踢皮球的味道 大家都很怕负责 包括中石化 他也隔了好像两天三天才说 我里面还有两百几顿 两百多顿的那个饼心没有抽出来 而且我陈举跟那个刘士康副市长 不是吓一跳吗 哦谢谢你这么晚的还来讲 一方面谴责他说 你怎么可以到时候这时候再讲 另一方面你说还好你来讲了 每次发生什么责任 大家想说今天往外推 看不到一个真正有担当的人 这个案子来讲 会不会构成国陪我不知道 要经过相关的司法程序 没有行政院定调 但是我觉得也还很难讲 那为什么行政院要这么早说这样 第一个表示负责嘛 国陪就国家的钱啊 那国家运你来这一座账来盖瓜成熟 那我不愿意联想到政治 但是 但是我的感觉 当然就是对你地方政府的一个不满跟不爽啊 你为什么好像一推二五六好像一付不干你的事情 所以干脆我就跟你电调说要国陪 因为国陪的意思我刚刚就讲了 那意思就有银行 但是国陪一定有 但是你听我说嘛 这还要经过冗长程序嘛 我很简单讲一点 它也会直接因果关系 那如果你看 假设啦 当时盖这样是错误没错 但是如果后来 这个叫要厂商自主管理嘛 它如果有自主管理好也没有问题 第二个 如果没有自主管理好那个秉析漏出来 你即使踩煞车你在输送过程当中 知道有问题的你把它关掉也没有问题 换句话说那个发生这次气暴的因素是非常复杂的 我可以讲一个 当行政院定调是国陪的时候 我没有选举的立场去想这个问题啦 因为我没有选举 问题是如果当行政院定调是国陪 它可能出现一个状况 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想想看会有没有这个情形 我行政院定调是国陪 那就表示有公务员的疏失要陪 可是国陪如果要是各位想 公务员疏失会在哪一个层级地方嘛 好如果是这样的话 变成高雄市政府要先承认我的地方有这样的疏失 如果高雄市政府不承认的话 这个国陪的程序会进入诉讼 这诉讼一打起来 对那些灾民来讲那就是没没没力 我说实话一个诉讼打下去 三年五年十年正常 可是如果高雄市政府让灾民尽快拿到国陪的钱 只有一个方法 我承认我的公务员有错 那就不用诉讼 我就直接赔偿 那只是赔偿金额 大家来看金额是多少而已 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考量 因为这样的话 当我告诉你是国陪 所有的灾民都能灾民说 国家来负担赔偿 你就赔吧 然后地方你要不要买单 你这时候除非你点头说就是你的错 这时候灾民能够很快拿到钱 你如果不点头 接下来进入诉讼 那个民怨最后会怪到谁头上 我直接答复你好了 高雄市政府怎么可能马上承认 好我来国陪呢 所以没有 不可能 如果这样的话 那就别人中央说 各位不是我 我愿意国陪了 我都已经说要国陪了 如果拿他国陪他干嘛 还去假扣押呢 他为了带我求偿 对 我刚才跟你说的意思 中央这一招 我不晓得这是不是一招 还是 我宁愿相信只是很单纯的 就是为了灾民能够早点拿到钱 可是他附带会产生的一个影响是 如果我说要国陪 可是国陪基本上要有公务员有过失 能够让灾民早点拿到钱 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那个官员 地方的官员要点头 高雄市政府一定有责任 高雄市政府要点头说我错 可是现在大家都说没有错 这个不是我们说的算了 坦白讲 但是以我的个人的感受 没有这样的氛围 他就说中央已经定调嘛 就这样子嘛 你听我说嘛 我以为你还是不懂 所以你也觉得没有到那个程度 那中央怎么会先告诉你说就是国陪 中央的稿都在这 中央昨天就直接讲 行政法人说高雄市定有这些规则 发生气暴符合国陪要件 依据这个国陪第三条 高雄市政府有代为求让 你就是国陪 那我们就看结果吧 我就认为不可能 那中央为什么要这样讲 为什么要定调 那反正个言其字 随便想就知道吧 这一次你看 捐到现在已经好像二十几亿了 如果这个事情让外界感受到 就是说公务员废止职务 这个成分非常高 可责性非常之高 不会捐到二十几亿 我不骗你 今天不是我们在场的一些 政治人或民主也说了就算了 其实你要看社会的氛围 公务员绝对有责任 我相信绝对 如果没有责任 他干嘛是个要请职 一定有责任 但我讲是比例的问题 分担的问题 所以他的责任够不够成 这一次所有的损失 就是你国家负担 所以如果今天高雄市政府 跳出好 我全部负担了 那无疑是把所谓的责任 往身上揽嘛 真的违反人性啊 所以中央就是逼着我要揽嘛 反正违反人性也违反现实嘛 可是你中央就逼着我要揽 那你干嘛昨天就讲国陪 我想这个事情没有这么复杂 这个因为政府是延续性 那我就问你 你认为 你认为高雄市政府会就范吗 国陪会不会 我认为会就范 可是这个就范是哪个政府 什么叫哪个政府 就刚刚大家已经提到嘛 这个当初的湘涵盖 是吴敦义市长时代嘛 是哪个时代 那大家也都承认嘛 说这个韩馆不应该建在湘涵里面嘛 对 所以当初政府在做这个决定 或允许他去盖的时候 就有公务人员尾失的这种情况嘛 对不对 那政府是个延续嘛 那所以 所以陈局市长他承认说 我们高雄市政府做错了 不代表说 我现在的这个团队做错了 OK 对不对 可是我因为前面的这个事情 我要概括承受啊 所以我认为高雄市局承认有错 我再给你一个时间背景 行政院说国陪的时候 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事都还没发生 这封文件也没出来 这些都没有 如果今天是有四个局处首长出来 请辞负责 OK 你说接下来我行政院说 国陪有没有道理 应该比较有道理一些 昨天这些时空背景都没有 你们现在看到的东西都没有 行政院已经出来说国陪 为什么 那很明显的是有选举上面的考量嘛 OK 你现在就承认 你说你不知道 他可以讲我不能说啊 是是是 最新的资讯 现在中央跟地方纷纷传出官员 请辞负责 经济部长张家柱 刚刚请辞 那一定 他应该负责 我听说 为什么到了今年开始 每个人都出来 开始好像有责任要负了 前几天大家 前几天大家都还是 到底是你还是我管线 你知道我不知道 今天是经济部长张家柱也请辞 OK 那是不是负责 不知道但是他请辞 其实这个问题 我觉得刚刚就讲得很好 回应了嘛 中央行政院为什么要定调国陪 其实就是因为嘛 从开始发生 地方推中央 中央说地方有责 可是对高雄市民 尤其是死亡的家属被害人来讲 他管你是中央还地方 一定最重要的是赔偿的问题 重建的问题 就责对他来讲是 那是以后的事 而且对他来讲不重要 因为人死不能复生 所以定调我觉得他的道理 其实我倒不认为一定就是选举 虽然选举那么近 因为这种争论 地方上的纷纷扰扰 让高雄市民不能安定 你中央当然也有责了 所以他这时候定调 这个定调也很清楚啊 就是将来你还是会 所谓的国陪 到底真正谁的负责任较多 或者有什么分担比例 那是以后的事嘛 至少对中央来讲 我定调了以后 至少家属们高雄市民 你们安定了 因为这就是政府 就是要负责赔偿 只是怎么赔 那是你们家的政府 上下中央跟地方 两个城里你们自己在说 对人民来讲是安定的 我觉得这个是 这是对的 那现在负责任 其实当时我也讲了 我一直在讲说 城政府治理跟地方治理 我觉得这两个关卡可惜了 中央的法律有疏漏 好比说秉析不在 石油管理法 或者能源管理法的里头 所以呢 框不住他 因为石油管理法里头 对任何的管线等等 布设等等 都是规定的很清楚的 好 他这一关疏漏 结果呢 第一方政府是执行单位 就执行单位还说了 我们做了这么多 整个第二管道 我都控制好了 结果呢 真的发生事情说 我都不知道 第二层的管道 这个 可是 因为经济部长今天请辞 他的立场跟看法 显然不是单纯认为说 他有疏漏 没有 他的声明稿里头 他说的是 这一周以来 有部分政治人物 不断利用错误讯行 进行政治操作 让经济部的本部同仁 极尽 施压 抹黑 羞辱 他是因为看到政治人物 心中只有选举立场 没有关心灾民跟附件 所以才做这个动作 所以你从这声明稿里头 蔡伟 张部长不是因为 中央我的工业局 或什么我的有疏失 我要负责 不是 他是 他是觉得 怎么会有这件事 你们大家干嘛 这样一直K我经济部 K我工业局 又要稍微口水 我实在不太想这样 我不用再讲 就刚刚国同兄讲 说过了 就是道歉 你也干脆一点 就是责任都有 我刚刚一直在讲 讲到这个东西 就是说你有责任 你就落台就落台 该会失去就会失去 什么事情 会失去跟大家讲清楚 我就是这个事情 下台还要东扯西扯 什么施压 谁施压 就讲出来啊 你部长作为一个前进指挥官 你有没有在高雄 全台湾发生过好多风灾地震什么的 我们什么时候看到一个 这个救灾中心的前进指挥官 都没有在灾难现场 有一个嘛 就是部长嘛 不是我也不想再骂他 我说实在乎 我刚刚就开始讲 我今天就来这里 不是要来骂这些人的啦 但是我觉得你既然要道歉 要辞职 你至少让人家觉得说 不算不算 我就为了这个事情 我就下台 责任啦 刚刚李星音源也讲了嘛 该责任就是 这个就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嘛 你不管怎么委屈 这就是你现在的责任 你在位置上 你没有办法真正做好 就单纯嘛 就是这样负责嘛 但是我还是觉得 还有几个东西 还是要借这个机会 现在要让高雄市民先确定 他是安全 这个我完全接受 但我觉得这个还不够啦 我已经在很多的场合 我都呼吁啦 在气爆之后 我马上问了我们 因为我们也在台中港嘛 虽然我们石化业 不像高雄这么严重 我也调了很多消防通人来请教嘛 他真的告诉我说 委员换成在我们这里 我们还是去浇水啦 不是他专业是 他是没有任何的仪器嘛 就我我我我只是 我问起来像瓦斯味 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 他浇水是对的 因为他一定要降低他的燃点嘛 真的啦 瓦斯是浇水没有问题啦 丙溪也是 丙溪也是 丙溪不是啦 他就随着水用 丙溪也是 他就随着水到别的地方去爆炸 这一点现在浇水 是成为爆炸的原因罢明 不是不是 当然是 你去问那个吴嘉诚 他就说浇水一定是要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这不是重点啊 没关系 我们再请专家来跑 来来来 但是他就是跟我讲说 这些事情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所以我也一直跟 请求消防署 除了让高雄市民给他安心之外 不应该让消防员去当侦测企 就是他们什么东西都没有 我们家里有蛇也打电话给他们 有蜜蜂也打电话给他们 有闻到瓦斯味打电话给他们 问题是 你应该配备一个无敌铁金刚的装备 给消防局 让他们或者直接把他们成为叫做 这个什么救灾总署 他们有这样的配备 有这样的去做 我觉得这是第二重要 OK 还是每天打电话打119 不会因为高雄市民现在大家没有打119 还是都打119 这个要紧速处理 第三个我认为 现在不要再去管那个什么公文写一页 写两页 那个更是无聊透顶 这不就是赶快把到底需要多少钱 这个钱你就算多给了1000万 多给了1亿 他也不会说因为多给1亿 我这1亿就可以带回家了 有政风单位有这个主计单位 那你去计较一页两页 不就是大家又讲又回过头来 又在找政治斗争 又在搞这个政治口水吗 需要什么就赶快处理 继续我们来看这个经济部长张家柱 他在今天的起辞 他都提到就是什么施压抹黑 那大家就会问到说 这到底是谁在施压 谁在抹黑 谁在政治操作 可能是有感而发 我说在张家柱部长 部长是一个相当人厚宅宽厚的一个人 哪怕我们平常常常念他过去 批评他 但是我对他人格特质我非常佩服 说实在别人谁在批评我不知道 但是至少我是稍微 这段时间有克制 原因很简单 我刚才讲得很清楚 因为这次气泡造成那么多的同仁死伤 消防同仁死伤 还有那些母乎百姓的死伤 我是认为说 要极度挨精的心情 赶快处理这些事情 比较重要 就责可以稍微缓一点 当然 现在已经谈到钱的问题了 当然你要谈到钱就要算账了 到底是哪些人有责任 这时候都可以讲了 不过我觉得张家柱部长 这样的一个动作 非常的风骨 我佩服他 他讲的理由 我没有问他不晓得 但总比之前的国防部教育 我不是批评他们 像劳动部 都失德下台 他这是为了公务的下台 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 风骨的一个做法 我想不要再解释 他散布没有什么恶意 他应该换一下口气 我想一想 他如果改成 事要一没有就好 你知道吗 救灾要急 重建要快 府序要悠 救查要明 然后呢 这个 钱 钱的话 中央 没钱 中央想办法或是负责 如果说 事要一没有 那你看多好听啊 看来你可以威胁江以后 他讲没有恶意 你知道吗 他讲没有恶意 那些幕僚给他讲 譬如说 你最后那个 没钱中央 想办法 想办法 现在马上出现的 就是刚才蔡委員讲的 他们送了 你们中央想说 什么两张纸 三张纸 一张纸 中央想办法不是说 中央全部出 就是说 你地方要付点责嘛 你基隆赶快先花再说嘛 真的花到没钱 我们会想办法啊 所以叫他们先 先用他们的钱用 不能分啦 都一样国家的钱嘛 你怎么可以 假设啦 高雄市政府还有钱 你怎么可以那些钱用 我先存的 以后还要花 你要先花下去啊 那你说真的没钱的话 你看 中央可能会袖手旁观 也不可能啊 倒是我也认同齐昌兄所说的 我们的高官应该 藏下去 九欧一大件 当然那个是规模 非常之大 很可怜 在中央地区大家都知道 当然这个不能相提并论啊 不过我还特别强调 当时我们去的是连战 副总统 层级很高 为了统合战力 跟他去了 当时的行政院长 还有肖院长啊 副院长刘兆勋都没去呢 我觉得 其实民众有在看 那当然中央可能也是非常关心啊 最近这些动作 但是我建议行政团队 动作还要更积极 是啊 杨老师 这个钱的问题 我觉得中央实在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也佩服张家珠 这个时候走 嗯 那他至少是为他自己 可能没有办法完成的使命 不管是核四也好 不管是经贸政策也好 而走 这个至少是为政策 杨老师 最少他意思是说 他不是为了这一次 我知道 说有什么过失或什么 他没有自己觉得过失 对 可是他为政策了 就是说他有很 他认为他的直函说 他有很多政策无法推动嘛 等等等等 就是说他自己为他政治责任负责 这我接受 而且我也很佩服嘛 所以我这一点 他不是不荣誉的下台 所以我觉得很恰等 所以我觉得张家珠 既然要走了 我觉得他应该表表态 对于这些正确的政策 他是不是应该 我们先把目标锁在钱上面 因为对所有的灾民来讲的话 包括附件什么的 大概都会需要的 就是这笔钱 可是不要说未来 有没有170亿 多少 这点我一定要听到 中央的讲法 地方还有钱 为什么不先花 这个话讲的真的是 我同意这句话 让老百姓觉得好像很有道理 地方假设只有5亿 假设 我就跟那个零头我不讲了 那5亿叫做什么 预备款也好 或救灾款 花完了 我请问你8月来不来台风 8月来不来台风 9月会不会没有别的事情 那每一次没有了 他连手上也零头钱都没有了 所以中央也很清楚 中央要准备一笔钱 任何一个政府都要 那你现在要地方政府 把钱花光 我就再来 这个理论就不通嘛 所以我的意思说 你本来就应该跟地方政府讲说 你先用 可是用到一个限度 因为那个限度是要为未来灾难要准备的 每个地方都有救急钱 我能不能花光 不可以吧 这个我来说了 这个 刚刚我们讲 我倒觉得已经诚意过高 我就拿我们纳利风灾 来看 那个时候台北市连捷运都阴了 太糊涂 台北市政府那时候 为了救灾 现在我们花了65亿多 将近66亿 中央补助11亿 我们台北市政府 市愁了54.9亿 这件事我要这样看 第一点就是 这么大的一个灾害 台北市发生 那个时候阿扁在中央指振 你看台北市 从来没有去攻击过阿扁 我们就是认为台北市遗灾了 我们要自己处理 不是 这一点 你拿台北做例子不好 不是 因为台北特有钱 不是 我现在还讲 太多有钱 现在不能讲 在这里你要承认吧 台北特有钱 我现在要告诉你 不是这样钱的事情 这都是有一个机制 我们还不是无政府状态 对台北市发生这么大的灾害 我们再有钱也承担不起 可是至少 我们自己当时是 就是用了我们灾害准备金 动用了我们第二预备金 还各单位里头的预算 重新调整 自己筹出来的 不除了部分 我们请中央支援 所以这个应该这样说 它有一个机制的 我们台湾现在发生 重大天然灾害的时候 这因为它还有跨局 限制问题 因为这个是人祸的部分 所以它那个 你也不能类比 在这里应该这样说 高雄市政府 其实在这里处理 灾害的能力是有的 因为这个人祸可以处理 中央的在立场应该是说 你在处理地方 灾害的处理过程中 我政府当然一定要支援你 只要你有不足 不管是人力 财力不足 我一定要支援你 这个态度是应该的 他现在是这样说 这个我知道 可是我告诉你 中央是个态度问题 我知道最后 它可能还是会 可是你今天居然挑人家 光那个19亿 说人家拿一张纸来要 我现在就不给你 第一方现在马上要发钱 包括那个灾民 那错了 错了 你现在中央 你把我讲完 中央一句话讲说 他就说 你来一张纸要19亿 我请问你 现在高雄市政府 从上到公有 全部在动 人家还给你提了一个 后面的一张比较重要 至少还有一个细节 你居然告诉人家 要一张纸 就一张纸要19亿 就不给 你为什么不来先给 再讨论问题 这就是 我们把它弄清楚了 我就不会随便说了 他这19亿要的是什么 是要的是 马路 对嘛 不是 你先给嘛 19亿 我要这样说了 你也做个立委 如果只是纯粹做 马路政策重建的话 就这样一张表 19亿 你现在什么时候 高雄市政府有10个人 你帮你慢慢拟计划 错了 你就跟东央跟地方 再把这个钱的问题 你仔细算一算也没关系 我说是个态度 你一副就是你好好报仗 那是平时 等一下 两位 暂时 两位 两位 那里头都有 你看看 公共设施 附建工程 经费 我要了解吗 可是是谁 先让观众看一下 相关的附件 你们大家再讨论 我让观众看一下 为什么 一张指 两张指 三张指 十几亿 这样万事莫如救灾集 钱怎么来 来凡轩 好我们就来看 重建经费的部分 现在看经费的部分 灾害准备 12.6亿 防灾经费是6.8亿 所以重建经费要19亿 但是行政院就说 高雄市还有17亿元 行政院的秘书长李斯川就说 103年高雄市府 救灾预算有19.42亿 民进党宣称已经用了11亿 但是经查只用了1.9亿 所以还有多达17亿元可以用 内政部长陈一仁则说 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 都应该要掏一掏口袋 看需要多少经费 还剩多少预算 行政院官员则说 市府只凭一纸公文 就要19亿 令人错愕 作罚草率 但现在高雄市政府则说 剩5亿可以支用 因为在先前的时候 这台风 好与灾情 支出抢修的附件工程 有7.37亿 所以只剩下5.22亿 年初开始陆陆续续执行了 所以不要以年初预算判断 8月灾准余额 也不应要在国民党中常会 误导视听 以党误国 公文不止一页 还有这个附件 所以要请行政院的官员看看 包括有道路多长 所需要经位多少 附件都写得很清楚 米方我先请教一下 不要讲后面还有170亿 还是要估50亿 100亿多少亿 19亿大家就已经是这个样了 对啊 所以说我就说 如果没有选举考量的话 这纯粹是太官僚嘛 你跟一个灾民算钱 我觉得这件事 你到底有没有同理心啊 对不对 你不管说 你看你在行政院短期之间 你就把高雄市的旧政院 算了一清二楚 你那本事真的很厉害 但是问题是 那些受责的人 会同意你这样做吗 你可以不要先开口 我说好 你拿这个钱OK 我们先下去了解嘛 你先不要说OK或是NO嘛 那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讨论看看 然后如果有什么支援 一定要去支援 然后到时候你发现高雄市 真的有足够的钱 你不需要支援 你就可以说不啊 但是问题 人家提上来 人家在受灾中 你就马上说 你先弄一弄嘛 我们自己再弄 我觉得光这点 光你说你要选举考量 你这点就不对了啦 对 杨老师 这个我们真的是 秀到浓浓的这个选举味 所以我也非常同意 刚刚敏凤讲了 这个里面有很多的 这个选举考量在里面 可是我必须要强调 就是高雄市政府 从一开始的这个做法上面 真的没有让人家感到那种 想去救灾的一个诚意 这我们必须很坦白来讲 就跟刚刚这个李星议员 他所拿出来的这个 纳力风灾的这种 台北市政府的做法 对不对 你开始的时候 你总是要自己先 东挪挪西凑凑 自己先凑出一些 你可以去做救灾的这个钱嘛 你不能只靠你本来通过的预算嘛 本来这个预算通过的时候 是以一般的这种自然灾害为基础 去做估算的嘛 你现在突然发生 这么一个天大的这个事情 那你当然 如果我是市长的话 那我一定想说 我所有其他工程全部停止 全部冻结 我把这个钱拿来 先解决现在灾区这个问题 那当你高雄市 做出这个动作的时候 中央敢拖延吗 中央敢讲说 你还有17亿没有花你 你要跟我要钱干嘛 中央为了要选举 他也一定是积极的来 那这样我们这个中央地方 就有一个良性的竞争嘛 那今天 让中央感到不安的就是说 你明明还有钱 你还有很多的 一般的道路维修的这个经费 你不用 对不对 你就来先跟我要钱 那我把这个钱给你 我想所有的 县市地方首长都很清楚 这个所有县市地方都很希望台风来 台风来把道路冲坏了 就可以发包 发包的时候就可以给自己 这个绑自己的庄角 然后这个到选举的时候就有经费了 所以说 还有手长希望台风来呢 南投不就这样子吗 南投不就拿这个 南投不就拿这个921的 就把这个台说 他会期望921来吗 这个怎么会这样 这是大家心照不虚的一个事实 所以中央有这样一个疑虑啊 我现在补助这个钱给你 你会不会去绑你的这个庄角 然后来累积你下次选举的经费 我现在讲就是中央有这样一个疑虑 我不讲说这个疑虑是正确的 ok 然后再这种情况下 那你高雄市政府 你是不是先要做一些动作 来让全国老百姓看到 来让中央看到说 我真的是没钱 对不对 那你真的是不能够说 只有一份公文 你就要跟人家 就要把钱扑下来 所以蔡伟我们光是看到 为了这笔钱 就要跟地方大家吵成了一团 然后真的是只是为了选举没有灾民吗 我就是说 我就是说这个在钱的问题上 就让我嗅到这种所谓的 因为选举啦 如果杨老师刚刚对的话 这个补助款是可以去绑装 那换言之就是不要补助成局 因为他不能绑装 所以让杨秋心有177亿 让杨秋心可以去绑装 是这个逻辑吗 也就是说 不应该是考虑绑不什么绑不绑装 我们有法令 我们有阵风 我们有主计单位 所以 任何一笔钱的发放 它不可能是说 可以随便乱来 说什么绑装 或者等等这些问题 第二个我要讲就是说 我们要去帮忙人家 这一笔钱 高雄市政府很清楚 他就告诉你说 他现在所谓的可用经费 就剩下五亿多 刚才艾老师已经解释过 我不再重复 五亿多未来接下来可能面临 最好没有啦 万一有什么风灾 有什么水灾之类的 他五亿多就是一点零头 他可以赶快去做这些处理 所以他留这五亿多 那就好像我们去帮助人家 我们可以去跟一个 帮忙一个窮困的人家家庭的时候 我们告诉他说 你家里还有多少钱 200块 你先把200块用完 剩下的我再不够 我再补1800给你 因为你需要2000块嘛 我不可能是这样做嘛 我就是你有困难 所以我就来帮忙你 地方政府有困难 中央政府伸出援手来协助 不就是这样子嘛 那至于什么 刚刚李议员所提的这些 我都没有意见 这叫法律嘛 所以我必须 我刚刚为什么提说 要用特别条例 是因为你 难道你要去跟灾民讲说 这个就是法律 你参照这个法律 法律有的我们就做 法律没有的 我们就没办法做 不可能这个样子 而且我补一句 今天晚上我要参加 另外一个节目 那个什么募款 接电话 那些民间老百姓 捐钱的时候 有没有问你 高中市府还有钱 我们等一下再捐好不好 不会嘛 所以他确定要钱 也是事实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你在做这个动作 只会让大家觉得说 譬如说你这个 陈慧仁讲说 该掏一掏口袋 还看多少金贵 就说你这个逻辑 就刚刚也老师讲 就是我刚刚所提到的 你不可能 你要去帮忙人家 那你这里面只有什么 只有你充满的算计 好像很怕给 那干脆你就再发一个公文 说你何时的 万一有剩的 你还要还给我 各位啊 来来来 最后30秒 我简单讲 这一些申请 它因为都有标准格式 高雄市政府今天不是第一次申请 你现在是在救灾 你怪咯了 如果你现在是成品 自己要补住 我没有意见 都有标准 格式十一的标准 我以后慢慢补给你也可以 你可以要求公文后补 其实我今天说法是 高雄市政府就太政治了 这都是你一般的政府 平常标准作业 对不起高雄市政府 不是只有成绩一个人 你的幕僚作业很简单 对中央那样 他就是怕了 明明这是一个 有标准SOP程序的 结果你们现在 就弄了两张丢来 好像是我 试验我 中央对你们高雄市 有没有爱心 假设是选举考量 早就全部答应了嘛 根本都不是这个问题 今天是什么 中央是怕 你们现在明明是人民受灾了 受害了 结果都用政治动作 你丢了两张来 然后你就什么 是因为道路 丢了两张来是因为 陈主席要这个钱 对不起 这不就是要抢收这个道路的钱吗 上次的问题 不是你申请 是高雄市政府 这么大一个组织 现在因为灾难嘛 大家在抢救当中嘛 你一定要人家去做这件事情 你这个就去跟灾民讲后讲 现在好 良心的建议啦 内政部先给个五亿了 这也是个办法 先给个五亿 人在公门好修行 这边在朝朝老半天 后来再给民众 宰民不会感受 不要考虑选举啦 太不治了啦 对 高雄是怎么样一个情境 这时候我坦白讲 还需要考虑选举吗 高雄如果 如果高雄 如果国民党 真的能够拿得回来的话 那还用完吗 所以我觉得 我从来不考虑选举的事情 我是希望说 活目预备金 不管符不符合未来 你只要按照程序来走 違法你自己要致负其責啊 我相信啦 他们不至于 这么没有智慧到 滥用这些相关的救灾钱 好今天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 也非常谢谢观众 您的收看 接下來請鎖定新聞 追追追